我们国家现在这就环境好了 很多人都为了一个身体的健康 都带外面去检查身体 比方说现在不单止我们香港 很多内地人来 日本 台湾 澳大利亚等等都很多人出去 所以我们就觉得 我们要是那个大湾区能够发展 那个智慧医疗 那个整个大湾区的帮助飞食 而且这个医会治疗就发展起来了 让我们就不是我们两三个人坐在一块 要医生跟那个病人面对那么简单 就可以无连无痛让整个产业链都发展 要是我们整个大湾区的医疗体系 发展的顶级国际水平 让我们十几亿人口都不到走到外面去 把人民币送给他了 就可以在大湾区里面 能做得很好的医疗服务